早安 早安 現在是2018年的11月6日 星期二的上午10點 試飲睡 現在是起床 你見到我穿衣服就起床 今天是夾斗豬睡 昨晚我喝了兩杯紅酒 喝了兩杯紅酒 我睡覺了 非常好睡 今早醒了 先喝一口水 一會去喝茶 我煲了那些去濕湯 都有去濕茶 兩瓶茶葉 我打電話給江州朋友 叫他過來這邊 今天就是去羅蘭江的潮流喝茶 不是去羅蘭江半島 是去潮流喝茶 潮流喝茶 那天的蕭陽貴不貴 他不會說小點 大點 中點 不同價錢 但是你拿小點 其實價位都不會說很貴 我想今天就是去一個新地方喝茶 以後都是不同的酒店都要去一下 現在一定要去熟的地方 反正兩天喝茶都是A制的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就是個人的心情 開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都是好的 十多鐘 現在的窗外就是 加州陽光 都很厲害 所以陽光吹到這個窗口裡 我看到燈很乾燈很乾 我不知道 沒有任何人看 看我的視頻 現在我就是 三月份開始 我就很少在微信朋友圈那裏 很少把我的錄像 分享到朋友圈 通常我都是自己喜歡 拍這視頻 就是喜歡自己上傳 每天做一個紀念 留念 人生每一天的 生活 路程 歷程 紀錄生活 所以 我自己拍完錄像 上傳上去過 當然我自己也要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效果 那個燈光效果 那個光線 那些單翻機 那些影像效果 好不好 我都會看一下 現在好像 拍得都不錯 畢竟我用打扮機 我總結的就是 比以往我會拍了 因為以往我拍錄像 還是一種 暗感感的 甚至是綠綠的 現在這種光線 就是比較好 我一般都是用打扮機拍的 都留笑 再用其他的那些機拍 一拍完之後 我都會打時間 相傳 因為我朋友會過來 就是 把這些東西 立即 通過手機 站在這裡 上傳上去 一舉兩得 基本上 我 就 不需要 在家裡 或者晚上才上傳 但是我第一時間 上傳上去 好 效率提高了 那些編輯都很少 以往我拍錄像的時候 我會寫著 2018年 灑月幾號 然後跟著就 跟著 就編輯好 花些時間之後 或者配一些 那些音樂之類的東西 現在的通通都不搞了 今天就是 不戰緝 該說些什麼 該什麼 就是 越汁越味 這樣 我就會將它 相傳上去 另外呢 就 昨晚 我就 在微信那裡 就 就 幫一下西勇 聊天 晚上 他現在在那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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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盛頓州 駕火車 晚上他同一人喝紅酒 但他喝的紅酒 是一支支的 我問他 其實喝酒 沒有被飄一天喝 回到來才喝 他說 不喝酒 睡不到覺 所以他每天都喝不酒 他也很直白說 其實我喝酒 都是 這個名字 都算是斯文 其實通了一句話 也叫酒鬼 我真是佩服 每天喝酒 無論出車好 每天都喝酒 都喝酒 我呢 都會喝 但是有時候 我知道我昨天已經喝了一大瓶了 我通常都會再喝 即是會買 那我就要休息一段時間喝了 但是總體來說 總體來說 就是 不要以為 內不中喝一次 不傷身體 整個人喝 就是 就是 過量來說 就算你 有一個月不喝 過量不喝 也會傷身 所以儘量有 但是少一點喝 特別 昨晚我喝了一些 所以我會覺得 非常之不舒服 但總體來說 都是 肯定被不喝酒 那個精神狀況 那個思維反應能力 肯定是 不喝酒 好喝酒 那現在來 就喝一口開水 對 一路開水 我又收到蕭陽 在微信 然後 發個微信 我又很想 今天比平時更加想念我 真的 我都很想念你 然後 然後 你 應該在室內 抽一 抽一支 早上呢 我都去看看這個 相傳的上去的優酷 我都發現 都 每個視頻都平均 有四、五個人看的 不知道是 什麼人看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那裏的粉絲有84個 84個 實際上我 實際上我是紀錄生活用的 平常心地去看問題 我拍攝 我拍攝 總是 剛才 我開場 都說過了 其實我拍攝錄像 都是為了 紀錄生活 我拍攝錄像 在這裏 就是脆黑術藥 叫視頻日記 所以 最加上 你自己 你玩了一年 這樣的視頻 每一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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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視頻 我覺得 應該 習慣性自然 所以 哪怕你早上一早 有沒有話說也好 那你都是 最好是拍攝錄像 拍攝錄像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 你拍攝了 都有一種記錄 一種記憶 記憶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損失 也不是說我 真正的 主持 都算是我 自如自樂的一種方式 自如自樂 你跟我說 做主持也好 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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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重點 都好 都是一種 記錄 沒有什麼其他 很重要的事情 都是 復述一下 所發生的 那些 叫做 好笑的 那些事 突然有間 我講了朋友 他會過來的 不停地說一說 什麼 那 很重要的 是第八天 都第八天 先 一 脫臣 脫臣 五百九 第九天 這個時間很快 九天 再過九天 十八天 一個一個一個 的確是 時間快過 有關 那些事 都沒有房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有這個計劃 是休息的 所以 一點都不敢到 有什麼意外 沒有不敢到 有什麼意外的地方 都是遠了自己的想法 都是休息 沒事的 有句話 就是 人知賺不完 每一天 賺錢 都是不夠的 所以 人 就算休息 其實也沒有什麼所謂 現在十點五十七分 那 我朋友應該是 又拿賣車來的 那 來到這裡 都是 要 大概半個小時 剛好 到那裡十二點鐘 十二點鐘 那個 那個 潮流 我叫潮流 我剛剛去那裡 喝茶 叫潮流 我要走高速公路 眼淫來我爭 我高速 我會不會 叫潮流 放入冰箱 不知不覺已經是10時45分開始做這個節目 不知不覺在這裡東車車西車車聊了15分鐘 我現在沒有看狗鬚了 狗的時間沒有看狗鬚了 不過也可以悶悶形象、流鬚 你看周星馳也有些鬚鬚、長頭髮 有很多劇院為了改變形象 都是好像不羞蝙蝠一樣 每天都看鬆 可能每個人都有個性 或者是一種形象方面 不流鬚又不流鬚 好流鬚又流鬚 看你做不做的東西 我的鬚就是樣貌鬚 這裏就像師爺一樣 一筆鬚 頭髮也不算很長 這個頭髮也是小楊幫我剪的 她幫我剪頭髮 我也有拍過視頻 差不多一個月時間 所以現在下暗機就是 好像昨天就沒有下令時 開始就沒有下令時 我聽到這些燈燈的響 看看誰給我信心 現在開車 11點半小時左右 OKOK 那我等你 OK 我的朋友 現在才開車 開車過來 大概一半小時 都要的 我拿車 沒問題 我先把鑰匙放在一起 我先把鑰匙放在一起 還沒好得回 冤冤痛痛 我朋友說 草熱的原因才會頸痛 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這個早上 2018年 10月11月6日 星期二的 上週三點零分 這個節目就有很多 我會不斷地拍下去 待會我出去也會拍一些錄像 因為我的錄像的工具有很多 有大眾勢的確是很方便 好 我知道 拜拜